真叫人不敢相信 柏拉图的大名常被用来形容 没有肉欲关系的精神性恋爱 而他本人却能为我们春宵一度的激情 和共结连理的努力 找到最合理的解释 不过柏拉图借由一个解放的故事 让爱的追寻变成非常正当的野心 在柏拉图的作品 会影片里 他试图将对话背景 设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席宴上 而席间有八位希腊上层社会人士参加 他们一面喝酒聊天 一面对恋爱关系和爱情进行思辨 透过诗人亚里斯托芬的一席话 大家得知 人类在远古时代的生活方式 他说很久以前 天地间有三种人 男人 女人 和阴阳人 每个人都有球状的身体 以及四只手 四只脚 和两个生殖器 他们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 同时在一种幸福的状态中演化 这些奇形怪状的球体 人类自我感觉良好 自以为达到完美境界 因全身上下没有任何缺陷 而狂妄傲慢 他们想到天庭和天神们一较长短 甚至予取予求 宙斯见到这些人类跑到自己的地盘上撒野 怒不可接 一气之下 决定消灭全人类 以事报复 但后来又考虑到 要是人类真的全数消灭 就没有人膜拜自己了 于是决定将这些人类劈成两半 每一半都保有两只手两只脚和一个生殖器 他后来分布思想美好的天神 阿波罗把这些球体人类的脸转过来 在披开的一侧封上了肚子和肚脐 让他们的外貌还能看 而这些疤痕也可以提醒他们做人不能太骄傲 从此之后威力强大 目中无神的球体人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原始人类数量庞大 但也变得非常脆弱 尤其因为少了一半感到惊慌失措 这个被柏拉图描写得很生动的神话 最后结局是 人类为了寻找灵魂伴侣 注定要四处漂泊 一心追求完整的半球人 正是我们期待找到爱情的写照 柏拉图认为 人类在远古时代变种下爱情的树苗 柏拉图借由亚里斯托芬的神话 所揭露的不是感情或浪漫的冲动 而是一种能让我们感到圆满的感觉 更让我们了解爱情 既是一股结合我们古老本质不同部分的力量 而这不同的部分来自两个人 想要变成一个人 抚平长久分开的悲伤 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和别人互补的一半 因为这个想变得圆满的欲望 深深烙印在体内 我们会不停地追求 任何失败都打消不了 想要达成目标的希望 只要没找到灵魂伴侣 我们便会从交友网站 一路寻寻觅觅到好友的婚礼 无论何时何地 哪怕一世在世 尽管要四处徘徊 即便不可避免会犯错误 我们都在努力寻找迷失的另外一半 有时你可能会因此垂头上气 不过到头来还是抱着美妙的欲望 希望找到那个人 男人或女人 而这个人将给你一种恢复完整的感觉 让你终于能和自己和平相处 下次有哪位神秘的表哥 要帮你介绍男朋友或女朋友 如果你一头再进去 朋友的钟顾都无法听入耳 别觉得自己太吃傻哦 你只需要准备好最美妙的台词 并穿上最美丽的衣裳 别忘了 唯有抱着百折不挠的精神 才有希望找回失去的另一半 你一点也不荒唐可笑 你只是很柏拉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